緬甸政府軍和國感同盟軍之間的武裝衝突呢 仍在持續 那麼數萬名的國感難民逃亡到 中緬邊境線上安營紮寨 躲避戰火 但是難民們生活困難 換兵率急增 而中國紅十字會被指指顧作秀 同時民間自發救助者 還在不斷地遭到中共當局的壓制 自二月份以來 緬甸軍隊一直在和國感反叛武裝進行戰鬥 數萬名國感難民湧入中緬邊境避難 長長的邊境線上散落著成百上千的難民營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透露 從2月中旬到3月7號 共有6萬名緬甸難民湧入中國境內 知情人士向大陸媒體介紹 這6萬名進進出出的緬甸難民 一類是在中國境內有居住證明或有親戚可投靠的 另一類是經濟條件較好的 他們選擇租房子或住酒店 當地的賓館房價因此被抬高 報導說 還有一些經濟條件不好的緬甸難民 需要安置 中國紅十字會幫助他們搭建棚子 並發放必要的人道物資 不過 國感社會福利基金會的李小姐表示 很多難民在中緬邊境線上 中共不讓他們進入中國境內 難民們缺一少時 紅十字會的救助也非常有限 據瞭解 目前國感戰事未平 但中共卻關閉雲南南傘鎮的難民營 取消南傘125停車點 並禁止緬甸車輛在中國道路上行駛 很多難民被迫回到國感邊境難民營 在當地人道救助的志願者孫醫生表示 中國紅十字會只顧作秀 目前接管的國感難民連總數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很多人得了疾病 缺一少藥 糧食匱乏 只能靠民間愛心組織救助 在南傘避難的國感難民李女士說 中共不讓他們待在中國境內 要把他們趕回國感境內 很多難民到邊境線山區避難 在那裡 難民幾乎什麼都缺 大米 泡麵 土豆 棉被 藥品等什麼都沒有 民間志願者發起的救助都被中共阻止了 很多傣族的老人躲在山洞避難 生病咳得很厲害 沒人送藥 飢寒交迫 中共當局不但不管 還不讓別人管 之前有記者用針孔攝影都被查到沒收 不讓報道 志願者孫醫生說 由於環境惡劣 邊境線上數百個民間難民營李 患病率正以驚人的速度增長 但目前只有他一名志願醫生 大陸民眾鄧富全則表示 前幾天他和幾個兄弟準備到緬甸救助難民 到達雲南省景洪市時 被當地國保驅趕到了昆明 23號 《紐約時報》報導說 在雲南境內的多達6萬名國感難民 對中共來說是日益嚴峻的問題 但中共一直拒絕聯合國難民署的援助 也拒絕允許聯合國難民問題官員 前往雲南 查看難散難民的狀況